HELLO 大家好 我是抗老特派員關曉雯 在我旁邊是劉彥老師 嗨 大家好 廣官好 今天真的是要代表廣大的網友來求救一下 他說隨著年紀增長 皮膚超級無敵暗沉 面膜到底怎麼挑 哪些成分一定需要嗎 其實面膜真的是大家保養上的好朋友 這時候我很建議大家可以選擇一款 它可以提亮你膚色 然後具有美白效果的 或者是可以讓你的皮膚水嫩 而且可以延緩老化的產品 比如說像這個呢 它的面膜裡面有一個叫墨黑素 可以讓你的膚色比較均勻 比較透亮 再來一個很重要叫掌葉藻 這是一種藻類的萃取 可以給皮膚滿足很多很多的滋潤度 然後這一款面膜裡面 它用的是生物纖維面膜 它有點QQ 像果凍啦 有點半透明一樣 可以把這些有效的護膚成分 完整的傳導到你的膚面膜的皮膚上 然後你才可以去呢 完完全全的放鬆去享受你膚面膜的時光 很輕鬆的在家就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是的 謝謝老師 不客氣 大家要記得喔 保養這件事情要此之以恆喔 選對產品還要用對方法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